往生二十四小时内没有住念 四十九天内念佛号回向 还有可能让亲人往生极乐世界吗 这说明你失去了最佳的住念的时机 有遗憾 但是你还在想亡羊补牢 这一方面表达孝心 另一方面真的是 四十九天你的家庭眷属 自成的去帮王者念佛 自成回向感应道教 这主要是要祈求佛菩萨的慈悲救度 感通佛地 那你的亲人 也能够蒙佛菩萨的慈悲救度 在中阴身阶段得以往生 这个是 她是一个大校女 为她的母亲做种种功德 祈求佛 告诉她 告知她母亲的去处 那时候都是佛的向法的时候 没有亲自见到佛 只是向佛像祈求 都能有感应 所以绝化定制在王儒来 就告诉她 你可以回去 专念我的名号 就能知道 你母亲的去处 包括超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佛罗门女回去 自成念了一天一夜的 绝化定制在王儒来的名号 就仿佛在梦中 来到大海边 实际上就到了地狱的边缘 跟无独鬼王有一段对话 无独鬼王就称她为圣女啊 你来这里有什么指示啊 这个婆罗门女说 我要想知道我的母亲是什么情况 她问什么名字 叫月底里 那那个鬼王告诉她 月底里罪女啊 本来是要盼到地狱里面去 由于她的女儿的形象念佛 她已经生到了天上去了 而且婆罗门女 她念佛不仅救度了她自己的母亲 跟她母亲在一处的那些地狱众生 全都得到了超把 所以这就是类似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没有注念 你四十九天念佛 可以帮助亲人的弟子 谢谢大家